大熱天玩水又要小心 因為又發生了溺水的悲劇 在臺南有一個十歲的小男孩 昨天和雙胞胎哥哥還有同伴 一起到安平四草大橋去玩水 但是卻不小心踩到了暗溝 遭到了滅頂 民眾提供的畫面 看到安平四草大橋附近海域 七八名人員下水搜救 不小心踩進暗溝 遭到海水滅頂的陶姓南童 穿著橘色衣服的南童媽媽 在岸邊交集等待 和南童一起玩水的同伴 也坐在一旁 連頭都不敢抬 眼睜睜看著弟弟被海水滅頂 同行的哥哥驚慌失措 家屬心急如焚 等到的卻是壞消息 搜救人員一直到深夜十一點多 終於在距離案發地點 兩百公尺的水道 發現南童 不過已經是冰冷遺體 這個海域是陸吻門溪出海口 平常釣客比較多 溪水人比較少 沒有想到還是發生溺水意外 明視新聞林俊明 談刊室報導